上次介紹了Hormones激素的定義 即是指在血液中傳遞的化學信號 即是CAMEL signals in the blood 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可以介紹什麼是內分泌 Endocrine glands 內分泌線即是指一塊東西 如果會secret Hormones 它會分泌激素的 它就叫內分泌線了 首先要介紹和內分泌相對的概念 就是外分泌 它的意思就是指一個分泌物 它是有一條管 是特定送去某個地方 就好像一個廚師煮了一些食物 特別是運到某一個客人 譬如肝分泌了膽汁 即是Level Secret Bio 那些膽汁就一定是經過BioDust膽管 出去了Deltenum12支場 就不會去到別處 而胃狀分泌的Pancreatic Anxas 即胃的消化酶 都是一樣 都是有Pancreatic Dutch 胃管 就去了Deltenum 那裡 譬如在這個T1 glands 有句歌詞就是眼淚在心裡流 在生物學上眼淚就只會眼淚流 因為是淚管 所以不會流到別處 汗腺就是皮膚表面出來 前列腺有分泌精液 一定是陰莖膏出來 就不會去到別處 這種就叫做外分泌 不在於是否真的分泌身體的外面 例如消化度 是否身體外面有爭議 總之它有一條管 很明確地運去 那些分泌就很明確地運去某一個地方 而Endocrine內分泌就不同了 它就不是說廚師煮了食物 就送去某一個客人 它就像回轉壽司 它做好了就放在它的循環系統 即是Blood Circulation 就一路循環一路循環 就走運全身了 就不是特定有條管 送去哪一個器官 一般大家在教科書上看到的解說 就會是類似這樣的圖 都只剩下一幅給大家參考 現在大家的畫面看到右邊 就是人身體內的主要分泌線 它們很多都會在其他課題上出現 例如是Ovary 和Testas 即是卵巢和高軟 就會在Reproduction 生殖的課題上出現 Adrenal Glands 身上線 就會在肢後鞏控制心跳出現 接著Flyroid Gans 甲狀線 就會在後鞏控制心跳出現 而Predactory Gans 水體 就會在控制尿液產生 接著和女性生理周期的調節 都跟它有關 旁邊的蟲果體 DLC 就沒有考到 而這一課的重點就是Pancreas的異狀 它是很特別的 既是外分泌亦是內分泌 我們學消化的課題的時候 其實講過Pancreas的異狀 會分泌一些脂肪 例如Aminase 澱粉梅 Lypes 脂肪梅 Protease 阿麻梅 它有條管 那條管叫Pancreas 就是胰管 將胰液Pancreas 將胰液Pancreas 混入Daldenum 這個過程完全滿足外分泌的定義 所以這部份就是Exo-cray glands 而另一種細胞就是內分泌線 就叫Pancreas 就是胰島細胞 它裏面可以再細分成幾種細胞 大家只要知道其中兩種就可以了 有一種叫Alpha-cell 分泌Gugle-gong-2 高血糖素 另一種叫Beta-cell 分泌insulin 二度素 其他就不用吃了 我們來看看2019年這條MC 大家聽到這麼多的題目 當然知道答案是甚麼 另外也會有些題目 將Pancreas 異狀的兩個功能 即是內分泌和外分泌 兩方面的功能 混在一起問 例如A-level 2008年 就說有個男人有胰臟癌 然後他就告訴你 問題是他的內分泌細胞生得太快 然後他就會暈 但如果他喝了Cookle-solution 喝了葡萄糖水的話 就會好些 然後A-part就問 你看上去那段字 你就解釋為何Pancreas癌 會令他覺得暈 答案就是 Beta-cell浪費得太快 分泌太多的insulin 二度素 之後就跟隨血龍小指的機制 一直解釋下去 我不逐句讀了 然後題目的B-part就說 病人要切除他的胰臟 因為他有些癌石 然後醫生就說 他不可以吃太多 protein和 lipid 那為甚麼會這樣祝福他呢 這就是涉及胰臟的消化功能 他沒有了胰臟 即是沒有了胰臟去分泌 protease蛋白霉和lipid之分泌 消化得不好就不要吃太多了 現在才有一個問題 對抗了 絲維的選領 你要不要吃太多了 沒有了 他不會做過 就這樣說 謝謝大家 謝謝你